好 再来是一个非常 每一本都会有的提醒 因为它会让你去练习指数率的提醒 然后数字几乎都一样 叙述都一样 古埃及的数学文献中有这么一道题 七个家庭 每个家庭养了七只猫 每一只猫去抓了七只老鼠 每只老鼠吃了七串麦穗 麦穗有七粒麦子 你可以无聊 然后一口气把它念完看看 在古埃及的数学文献中有这么一个题目 有七个家庭养了七只猫 每只猫长到七只老鼠 对 老鼠吃了七串麦切 七串麦切 其實我剛剛忘記換氣 不然是還蠻簡單的 7個家庭有7隻貓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都寫出來好不好 我們先來寫一下 家庭應該會有7個 廢話他講的 貓咧 貓不就是一個家養了7隻貓 所以是不是叫做7乘7 當然就叫做7的幾次方呢 2次方 ok 再來 每隻貓又抓了7隻老鼠 所以老鼠咧 老鼠就叫做7的2次方 再乘上7 所以變成7的3次方 那每隻老鼠又吃了7串的賣穗 所以賣穗咧 是不是就是老鼠的數量再乘上7倍 所以是7的4次方 那賣字咧 7的4次方再乘上7倍 所以是7的5次方 ok 所以第一題 這些老鼠總共咬了 抓了幾隻老鼠 老鼠總共咬了 貓抓了幾隻老鼠 3 第二題 麥子的話是7的5次方 他說用乘方表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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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